好 欢迎继续收听《波动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 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的 董事长的助理周淑瑜小姐 这个大地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是杨旭东 杨旭东是个医生 他在台中学校吗 他是什么科学医生 他是汉医 汉医 OK 好 那另外邀请的是这个 宋餐的志工陈孟娟两位 那刚刚除了送餐之外 随时我是对新闻看到就是说 阿兵其实现在一天漏尿 刷幼 几六十倍 三十四十倍 所以他很需要尿布 对不对 不然你口每天一直沉 对 你们爱他什么 爱 因为一开始 他刚刚开始抗拒请尿布 因为有意识 然后请他感觉 他觉得 没有尊严 所以他去的时候 他都一直在问他的口 对 那时候当天他要洗口 不复杂 嗯 后来就是说 强迫他说一定要问尿布 后来他是勉强接受 勉强接受之后 就是因为我们都有送餐 所以监狱变工 对我们 好像我们都大家叫造册 所有的送餐志工都要留名 营营什么资料 造册了 所以 他们就是都委托 我们送进去 就差不多一开始是一宫的细胸 一宫的细胸 一宫是几个 一宫 它是穿上裤子那种型的啊 人家说所谓的包大人吗 对对对 那是一种东西 可是最近因为他太平了 太平凡穿包大人那种口 太不够用 所以变成尿片型 尿片型 尿片型可以更多嘛 会更好玩 对对对 所以最近不是一宫的细胸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再送一次 两个礼拜就要送一遍就对了 对送一遍 所以瘤也很大 瘤很大 这样富翁会很高吗 尿布的部分是家属的 驾来我们那边 我们把它送下去 哦 这个阿扁 如果大家以为他是住在台中的培德医院 是不是 不是 他不是 他到底感觉 对 他的空间呢 他的空间 因为应该大家都有去看过 那一个法务部拍的银瓶 就是说有上千瓶 有花园 还有什么 有什么健身房 还有会客室什么的 其实我感觉那是一个假象 因为有人穿银瓶 问我说这是属性吗 因为我们就去那边看 对 他属性上是住在那间房子里面是没错 可是是那间房子里面的其中 而且是小房间 对 而且不是随时都能出来 我记者的例子就是 因为阿扁的夏天他会淋矿泉水 他也是叫我们送进去 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 有人送十箱来 我想说十箱都全部给他进去 都不用送 结果敢说不行 没空间 他说没空间 我想说你怎么 上千瓶 那都是空间 为什么不能送 他就说没空间 请你帮我拿回去 可能留个两三箱放在那里就好了 包括尿布也是 他现在是独居房吗 他就是独居 可是听我说 他的摄影机 还有他还有的育友 也会在里面 就说借护人员会帮他 怕说他拨抖 或是去那边塑 又拿到 他听我说手会刷吗 刷多厉害 你跟他说的就很像那个帕金森症的一种抖动 他刚才说他就是会刷 然后说的口词不是很清楚 大致 很严重的 他一句话就要等很久 就这样 一直说 说没错 他会为自己这种 想要表达说没错 还是说 要说 会不会记得那种情形很懊恼 嗯嗯嗯嗯 你再问问他说 他最欢迎的事情 现在 是什么吗 就是 可能可以看到夫人吧 还有看到孙 他最欢迎是看到孙 因为 他如果心情好 那感觉他说 今天 他有特件有带孙进去 变了总统非常欢迎就会笑 不然他现在都是没笑容 嗯嗯嗯 很辛苦 因为那等同于从天堂打入地狱 因为他本来是总统之尊嘛 受尽所有的离遇 但是忽然之间下到一个非常不自由的地方 那是心灵跟身体完全被禁锢的地方 所以其实那个那种痛苦 可能不是我们所能想象 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关键一个在于 他也觉得2012年假如蔡英文当总统 他就可以放出来 想不到事与愿违 现在我想他可能还在望2026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他最近 对啊 他最近的心情好像不是 不好 因为他中间还有去台中荣种 堕英过 我们把他送到荣种去 嗯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问题要他要去檢查 然后上次就是那个骨髓液老出来 让他产生那个剧痛 是是是 因为他身体太强 所以他的那个免疫 免疫力有问题 所以他伤口不会愈合 所以那骨髓液就一直流出来 好 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的周淑宇小姐 跟宋餐的志工陈孟娟小姐 还是非常感谢两位 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两位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也希望你的书能大卖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